帝君 如何 是 是 帝君 是 有 快 是 是 是 帝君 如何 帝君 这次 这个位置还不错 帝君 外头凉风正义 凤九殿下的书桌 可能太偏 吹不到凉风 待臣将凤九殿下的书桌 也挪挪吧 挪挪也好 是 我记得年前 也是和你在太成宫 下棋 喝茶 曾对你有一劝 说有朝一日 你若是想通了 娶一位帝后 芝鹤倒是不错 但现在看来 芝鹤配你 确实勉强了些 我这个义妹 心底原本单纯 我又受恩于她的父母 不免事事招负 可能是我 太过照顾于她 以至于她 太过骄诵 所以你把她送去了西海水军那里 再磨一磨她的性子 西海水军为人正直 倒是一个不错的老师 若是之鹤 能从她身上学到一二 想必一定会有所长进 你也算是为她步步操心了 不过你等了这么多年 等来奉酒 也算是没虚等 果真只有她 能成得起你的帝后之位 你今日喝醉了酒 竟难得听你说几句谎话 酒倒是没喝 只是从承裕那里 听说了一桩事 承裕当初问凤酒 问她做剑侠一事 为何不找你带楼 她却回答说 凡事要靠她自己 不想靠着你 徒长成衣废物 当时我只是觉得 这只是她的一番场面话 小姑娘嘛 总是希望有人宠着捧着 但你未曾帮她 她却真的没有什么 那番话竟然是认真的 小白她一向很懂事 帝君 三殿下 何事 比翼鸟族 叶霄族人 都已安排妥当 今日丛林已亲自问过 你这一日一问 也过于慎重了些吧 只是 天宫毕竟人多嘴杂 仙俄仙童之间难免传话 只怕这件事情 早晚会让凤酒殿下察觉 无妨 她现在忙于冰藏之理 没时间分心 待礼完 我便带她去碧海苍灵 大婚前则回来 也过于太合乎她 她才多大 应该好好让她享受一番新婚的喜悦 咖啡吃不吃 不吃 有粥喝不喝 不喝 喝呀 好 什么时候带我去青秋见你父母啊 待我说服我家姥姥和我爹爹之后 我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帝君不会生气吧 我 累了 累了那就睡会儿 我不累 你靠着便是 你先暂且委屈吉日 等我说服我家姥姥和我爹爹之后 我去带你回青秋 行吧 你 我去吧 不 好